勇哥這個太離譜了啦 我必須講 他要用黃國昌的方式 太離譜啦 真的太離譜 今天的國會這個表現 你的臉太和蔼 可親了 而且我沒有口水 你看他這個臉 你看他這個臉 噴的這樣子 你剛剛這樣太 太離譜了 如果是黃國昌的話 如果是黃國昌的話 那如果徐青煌 沒有感受到我的口水 表示我不夠力 而且發酵在嘟起來 我沒有辦法 你那個臉龐啊 太可愛可親了 你看他你看多兇悍 你看嘴巴是這個樣子 你看下次大家帶一顆 譬如說乒乓球什麼 他這樣一喉 你就把它塞進去 這個好方式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 今天這個亂象 說真的 他是打著民主反民主 他完全沒有正當性 我講幾個 第一個現象是什麼 第一個現象就是說 過去民主進步 黨在勇哥 甚至更早的時代 那時候抗爭 抗爭什麼 民進黨不是少數黨而已 民進黨不只是在野黨而已 更早時代是老國代跟立委 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沒有經過民意洗禮的 是增兒的立委 這些有民意的 新的民意基礎去抗爭的 那時候沒有跟國民黨的立委 是有啦 當然也有增兒立委 可是大部分主席什麼 全部都是那些老立委 這個是民主化的正當性 抗爭有沒有正當性 第一個國民黨今天沒有任何正當性 第二個有沒有這個必要性 很重要喔 主席是誰 韓國瑜嘛 韓國瑜是國民黨的吧 立法院多數黨是誰 國民黨嘛 再加民眾黨嘛 奇怪 你們多數的 你們去佔領主席台要幹嘛 一般都是少數表決不過 台灣去抗爭啊 你多數的你要去佔領主席台 幹什麼 這只有反映了兩件事 第一個喔 傅崑奇要給韓國瑜難看啊 傅崑奇要給韓國瑜難看 這個是傅崑奇在內鬥啦 為什麼怎麼講 傅崑奇要給韓國瑜看的 第一個是程序上 等一下議上會補充啦 程序上今天那案子 傅崑奇根本就沒收掉 韓國瑜的之前的政黨協商權力 他直接讓他禁腹二毒啦 所以他是第一個 傅崑奇展現說 國民黨加民眾黨的這個小黃 通通是我的人 我怎麼玩這個程序 又怎麼玩這個程序 我今天在多數黨佔優勢的這個地方 我還要去佔據主席台 你佔據主席台 踩到主席台上面幹嘛 你佔據主席台 就讓主席好好上去 我第一次看到多數黨的這個黨員 立委總召站到多數黨選出來的 主席台的主席座位上 你知道主席台可以佔領 主席座位從來沒有人會去把他站到上面 這是我原因 我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叫chairman是主席 因為在過去那張椅子代表權威 所以過去民主進步黨 在任何黨在抗爭的時候 包括國民黨在抗爭的時候 都是把椅子搬走 沒有人會在主席台的椅子站上去 因為chairman的chair 就是代表這個chairperson 叫做主席 而你站到chairman chairperson的椅子上 你就是把他踩在腳下 我說這傅崑奇在逼公 第二個我說 到底今天這件事情 就像全台灣國人 有誰知道今天議題的重要性是什麼 有誰知道今天是什麼議題 他不讓你討論 你如果今天好好討論表決 大家還知道這議題是什麼 傅崑奇 國民黨完全就沒有想要跟你討論 他就要把他搞爛掉 搞壞掉 把所有民主程序都搞壞掉 我告訴你 規則是有意義的 如果說沒有規則叫做街頭鬥歐 為什麼全世界都有一個意識規則 因為不是意識規則就要街頭鬥歐 國民黨今天搞法就用街頭鬥歐 街頭小混混 小泰妹小泰寶的方式來對付你 你看徐曉青是不是這樣 你看看這個黃國昌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這已經是打著民族反民族 刻意選在下禮拜一520就職前 大亂搞大亂鬥 然後國際媒體看到臺灣在總統就職之前 看到是你看臺灣國會亂象 然後我相信這兩天 這個央視啊 就中國的電視台一定會講說 你看臺灣的這個制度很亂啊 民主政治很亂啊 什麼什麼 就是國民黨傅崑奇他們要的東西 ローソング 搜索汗 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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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